第二个我们来拆假面骑士腰带的香薰摆件 6加1隐藏是新地骑驱动器 老规矩从重到轻开始拆 重量依旧给你们总结在视频最后 设计拆盒的这个人是个左撇子吧 最重的果然是双骑的腰带 有一份安装说明和海洋味的香片 我塞宝子们 虽然是塑料的材质 但是它给做成了这种金属的质感 细节超棒 上面这个位置打开 是放香片的地方 底座这样一插就搞定了 后边有卡位 这样一卡就成了一个小摆件 下面还有粘贴 粘在车上就变成了一个车仔香分摆件 第二重的是甲豆王 一个小意见啊 这个香片能不能做成不一样味道的呀 甲豆王的腰带是不是也像一个甲虫呢 这只放香片的位置可不在上面 是在侧面这个位置 第三只是普通款地骑 我是很喜欢地骑的腰带啊 非常的帅 看上面的花纹做得非常细致 这款放香片的位置很巧妙 就要捏一下 拿出来 第四只是石王 哇塞 它这都是半透明的材质 里边要有灯肯定特帅 跟刚才那只一样捏一下 就拿出来了 这只是空我 你们看 这只也给做成了这种金属的质感 中间的透明做得也很棒 这有个小按钮 需要你推一下就拿出来了 最后一只了 肯定不是隐藏了 最轻的应该也能猜到 就是暗日啦 你们看一眼这个色泽和光泽度 不用我多说了吧 香片也是从上面拿取的 这套灵动创想的 假面骑士经典腰带系列 多功能香薰百件 你最喜欢哪个呢 我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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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